欢迎来到果园八姐 关注订阅不迷路 八姐带你吃糖磕瓜 在昨夜 由知名中国流量女星杨子主演的 电视剧长相思第一季 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剧组与男主角张婉毅 邓维 谈见次 王红一级女二代路娃携手 进行了直播宣传活动 在此过程中 邓维不仅为自己饰演的角色涂山景辩护 还希望消敏与女主角小妖杨子是之间的误会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张婉毅却调侃邓维是渣男 面对这样的玩笑 邓维迅速反击 他们之间的互动引发了网友们的欢笑 充分显示出演员间良好的关系 长相思自开播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剧终 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 小妖得救后 涂山景已经成为防风依应黄灿灿时的丈夫 精通医术的小妖在为涂山景的奶奶看病时 防风依应突然呕吐 经过诊断后 小妖发现她怀孕了 她转过身来 希望涂山景否认孩子是她的 然而 涂山景没有做出否认的反应 这让小妖心灰意冷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其实 长相思这部原著小说已经圆满落幕 这部作品的和新剧情就是 小妖和涂山景之间的爱情 当涂山景看到小妖饱受折磨而去世时 她被痛欲绝 甚至丧失了生存的意志 众多喜爱她们的CP粉丝都为之痛心 然而 在小妖经过37年的治疗恢复生命之后 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涂山景和他人孕育了子女 这让很多妖精CP的粉丝感到十分难以接受 在最近的一次直播中 邓维和张婉毅 两位年轻演员展现了彼此之间好的关系 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和欢乐 而在直播中 杨子也谈结了自己与邓维之间的一些纠葛 为整个场面增添了一丝戏剧性 在直播中 杨子开玩笑地说道 涂山景让我伤心了 这话不禁引来了大家的好奇和探究 纷纷询问杨子是怎么回事 这时 邓维接不话茬 倒是这实际上并非事实 希望能够在剧中尽快解开误会 他还坦言很舍不得看到小妖这样伤心 然而 就在此时 张婉毅突然调侃邓维是渣男 瞬间让众人笑发 邓维似乎并未遇见到 其反应将被吸血为渣男 越维持以后 随即对张婉毅展开了反击 你最无资格评议他人 迎娶了如此多的妻子 还指责他人为何是渣男 此番反击立即引发了养子的欢笑和掌声 甚至提出以争斗收场 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幽默风趣弥骂 许多网友一纷纷表示 对邓维和张婉毅的关系大感意外 两位俊朗男世间的关系看来极为融洽 相互戏谑 展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与友谊 眼下长相思正在热播当中 还有第二季没播 也就是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邓维可以凭借土山井一角持续地吃到红利 那么按照惯例 角色带来的红利首先就体现在商务上 邓维也是如此 邓维参加了巨方安排的一场品牌活动 现场人气很高 据相关领域的知情人透露 眼下找邓维的商务特别多 不过对外的报价还没有一个系统公开的数字 毕竟还是一位新人 但是邓维现在的商务价格 确确实实比他之前上涨了快一倍多 对于短期内爆火的艺人 品牌方也考虑颇多 首先可能会给艺人一个临时身份 并不会很快地达成长久的合作 需要综合考虑 也就是说看邓维接下来的表现 如果他的下一部作品也能 做到像长相思这样火爆 那么邓维飞升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 夜店某自身制片人表示 商务好的话也必定能吸引到综艺资源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综艺导演打算邀请邓维上节目了 名人不说暗话 这个时候找他也完全是一味长相思的热度 但若是接触之后发现邓维 没有什么综艺感或是个人性格魅力所在 那么后续他的资源也会慢慢减少 除此之外 邓维的片酬也有上升的迹象 这是常态 集成月静明跟长相思两部爆宽估我后 邓维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业内导演的认可 剧戏已经开始接触男主剧本了 目前了解到的应该就是仙台有数这部剧 但具体情况还要等官宣 邓维目前还在李一同的组里 所以也不急 他资源暴涨是绝对的了 得到观众的喜欢 邓维也直言自己很幸运 可以遇到土山井这个角色 但他更幸运的是合作了杨子 如果不是杨子 长相思不会有这么高的热度 遇到厉害的对手 自然也能提升自己的潜力 剧中邓维与杨子的对手戏诸多 后面甚至全都是悲伤的戏 尽管梅林虐杀那里邓维的酷戏被潮了 但是他登上土山组长 被陷害与防风异影游染后 整个人仿佛一具傀儡 一夜白头 我觉得邓维在后面的几场酷戏 就处理得很好 让人狠狠共情 邓维的成功除了是角色滤镜之外 还在于他自身的气质 演活了纸片人土山井 自然能得到大众的喜欢 当然杨子给他的帮助绝对不少 杨子无论在哪个剧组 总能带动气氛 就是剧组里的开心果 8月16日 长相思冠位发了一则 关于戏外土山井跟小妖的花絮 这个场景讲述的正是土山井 要记验土山组长 大半夜跑去找小妖 哭诉自己的无奈 正片中悲伤分为拉满 土山井一万个不愿意接验组长 可是又无法对自己奶奶狠心 可是戏外 没想到这场戏的背后 竟是如此欢乐 杨子在现场给邓维 编了个双麻花辫 一下子奇猛看到女版土山狐狸了 这一幕看的妖精粉 是一脸的姨母笑 杨子真的令人意外 邓维也乐于配合她 可见她是真的宠她 在朝夕相处中 杨子和邓维俨然成为了好朋友 她之所以会对邓维开玩笑 是因为她知道邓维脾气好 为人温和谦逊 不会计较过多 果然 结果和她预料的一样 邓维没有发火 而是纵容了她的行为 从长相似曝光的花絮来看 杨子和邓维的互动十分有趣 场面异常温馨 另外 和杨子搭档过的谭剑刺 在采访的时候提及杨子 她赞不绝口 跟杨子第一次合作 她能时时刻刻带动气氛 邓维的热度也持续高涨 一段她在采访中谈与杨子对手戏的 采访也是在网上火了起来 直接变身夸夸达人 认真又开心 还有在收惯直播中 邓维和张婉一拜套起来了 有网友评问道 她不想别人说涂山井的不好 还说邓维是涂山井的独尾 自己也磕妖井CP 看来她真的很喜欢涂山井这个角色 还在半夜为心疼涂山井哭了 她是真的很爱涂山井 也把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 对于邓维谈杨子对手戏夸夸状态 我们应该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首先 邓维作为杨子的合作伙伴 她对杨子在演技上的表现 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 她认为杨子在对手戏中的表现夸夸状态 可能是基于她的个人观察和评价 其次 演员的表演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 不同人对于演员的评价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演员的表演夸夸状态 是否取决于观众的个人喜好和观感 常相似第一季的结局 可以说是全员弊 片面第二季又不能立马接上 说来说去最终虐的都是剧粉罢了 演员们其实在片场很欢乐 真心希望片方能给点力 能尽快安排第二季的排播 不要浇灭了大家追剧的热情 这段欢乐氛围 也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共鸣 他们纷纷表示 看完直播后只想成为 邓维和张婉仪的铁粉 两人之间的互动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更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剧集中 看到他们的合作 从而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